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瞬间镇进肌肤 减少肌肤的泛红敏感现象 它是一个低管形状 无色无味的一个精华液 用在肌肤上呢 非常的清爽 很容易吸收 离夫的水分保湿霜 那这个包装看似很简单 其实呢 非常可爱 这个盖子呢 很像一个可爱的帽子 它的这个乳液呢 非常的丝滑细腻 那干皮用起来呢 就非常保湿 油皮用起来呢 就很清爽 所以呢 它是一款比较长效的全能保湿霜 iOP的Air Cushion 气垫BB霜 这个是我多年来一直用的一款气垫BB霜 这个呢 是新品 相对于之前的那一款产品呢 它的海绵体更加的厚实 更加有空气感 然后里面的这个海绵呢 就比较有立体感 有一个颗粒的感觉 它的遮瑕效果非常棒 但是即使你涂再多层 它也是非常自然 不会有很浓重的妆感 然后保湿力度很好 皮肤呢 也会比较有光泽感 所以呢 它是同时兼具了一个保湿跟光泽感 与一体的一款 气垫BB霜 我的最爱 Inis3的No-Sebum Mineral Powder This is my favorite powder Because it's very cheap I'm just kidding 实际上呢 它是一款非常适合痘痘机来使用的超强控油型散粉 它很适合油皮或者是夏天皮肤出油的情况下来补妆或者是来吸油的这个功效 另外呢 它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使用方法 就是作为头发的极旧干洗粉 我们占决定的这个粉膜 然后刮出头顶比较油腻的这一部分头发往前 然后用这个粉铺在头顶的地方这样轻轻拍打一下 怎么样 现在头发是不是蓬松了很多 妈萌的胖胖Hare Shadow 梦妆发际线阴影粉 这是一款打造小脸的神器 怎么来使用呢 它里面是一个这样的阴影粉 下面呢 有一个这样的海绵粉铺 那我们占取这样的粉末以后呢 在发际线的地方画一个这样的人字形 然后可以打造一个可爱的美人肩 那侧面的话呢 也是打造一个侧过来的V字形 整个一圈脸就会小了很多 有没有 我的表情这么大 很打 嘿咦 TOO COOL FOR SCHOOL 艺术课堂三色修容粉 那这是一款新手机菜鸟都非常容易上手的修容粉 从深到浅的三个颜色 不同的肤色呢 都可以自由组合搭配来使用 那因为我的皮肤呢 比较白 所以呢 我会选择左边和中间的这个颜色 在脸颊处轻轻的扫过 打造一个比较立体的小脸效果 那同时呢 它还可以作为鼻影粉来使用 我们用一个比较小的刷子 蘸取一点粉末以后呢 在鼻梁的两侧轻轻的扫过 打造一个比较立体精致的感觉 TONY MOLLY Eyeliner TONY MOLLY的眼线膏 这是一款入门级的眼线膏 它的包装很特别 它是一个自带刷子的一款产品 我们非常方便来携带 看 画起来非常的轻松 这个眼线膏体很流畅 即使是眼部比较容易晕装的人呢 也可以来使用 叮叮 ELEDAM Mirror Gloss Tint 这是一款不输给大牌的唇用 它的质地呢 非常润泽 涂在嘴巴上呢 会有波光灵灵的光泽感 同时呢 它的显色度也非常好 19度呢 也是棒棒的 A Pew Tint Remover 这是一款特别为染唇液而研发的卸妆液 它呢 即使是非常深的染唇液颜色 或者是比较难卸除的 也可以轻松来卸除 它比一般的卸妆液卸除能力更加的强 好 我这个手刚刚涂了染唇液 我们来试用一下 它的质地呢 就像一个卸妆油一样的 然后我们在染唇液的部分 直到它这个染唇液完全被卸除 看到啦 非常干净 一点藤油有油哦 巴尼兰Core Cleanly Zero 巴尼兰智柔卸妆膏 这是一款温和无负担的膏状卸妆膏 乳化非常迅速 很难卸除的彩妆也可以轻松来卸除 并且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哦 蘸取一点膏提 然后来打圈涂抹 在涂抹的过程中呢 这个膏状会变成油状 之后呢 我们加水 来让它进行乳化 看到没有 这个油状变成了一个白色的水状 再用纸巾擦拭掉 完全干净了吧 好 コーニ的碎碎念到这里就结束啦 我们下次再见吧 哈喇喇喇 谢谢大家